七月吉祥月慈濟印尼分会 首次举办了蔬食料理比赛 参赛者要以天备为基底 做出各种素食料理 两人一组挑战在一个小时内 要完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天备是非常普通的 特别是非常普通的 尤其是人民币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 使用天备 如何他们可以 做出什么外出的 吴秀琴与曾兰花 投入厨房相机志工已经15年 带着学习的态度 首次参与舒食料理比赛 能不能赢 那是个资产 最重要是我们 能够帮助和创建 我们能够得到这些 响应农历七月吉祥月 卢素爱地球 12组成员发挥创意 为了增加新艳度 用各种蔬菜点缀 施中尾更尝试 要让面条悬浮在半空中 吸引目光 有汤品还有加了各种酱料的黄豆饼 由七位评审进行评分 金光集团志工制作的 贝加酱黄豆饼获得青睐 料理赛展现自我能力也是推广如素 最佳的代言 郭嘉文 拉登 杰菲尔印尼报导 谢谢大家